心肺功能不達標 提早死亡的風險隨時增加 肌肉耐力不夠 運動受傷的機會也會隨即上升 有強勁的臂彎 未必力大無窮 今集《你健康嗎?》 幾個簡單測試就馬上知道 你有多健身 有請健康總司令 蛋哥, 鄭丹帥 還有兩位健康斗策 梁家琪和張志賢 你健康嗎? 你們兩個的樣子就好像很健康似的 所以今天要斜斜斜到底 其實要怎樣實質知道你們健康 就要檢查一下你們體能的評估 讓我請出兩位健康挑戰者 你就知道自己… 肌宅? 其實可能與你無關 你可以不用做, 好嗎? 今集的健康挑戰者 是迪爾達和韋雨昕 你好… 韋雨昕和迪爾達 歡迎… 你們平時如何保持健康? 你們兩個都能健康 我真的不用說一次 其實如果我一個星期 我想我有四天都拿來做運動 我們幾乎都差不多每一天了 不過沒有限定 我一定要今天幾點到幾點做 雖然我知道你們是健康的 但到底有多健康呢? 我們來個熱身遊戲, 好嗎? 好 讓你們來說太小儀式了 好 先準備一下 我們這個熱身遊戲很簡單 就是檢查你的柔軟度 你的右腳伸直 是 左腳踏平, 好像是90度角 你現在盡量把右手碰你的腳趾尖 就是手指尖碰腳趾尖 像現在地達這樣, 就為之健康了 對, 我先嘗嘗 簡單, 好 好 韋雨昕的柔軟度也不錯 韋雨昕簡直是優異 其實只要手指和腳尖距離 是在5厘米範圍之內 都是屬於正常的 好了, 真正的挑戰來了 我們先看看 一個三分鐘的測試 就可以測出你的心肺功能 是否達到體適能健康指標 如果不達標, 又好研究顯示 提早死亡的風險可能增加 AKR75測試 參與測試者要雙腳站立, 微微分開 手掌平方在腰的兩側 掌心向下, 貼著盆骨 然後按每分鐘96下的拍子節奏 一左一右地提腿 每次提腿要和身體成大約75度角 大腿還要碰到手掌 連續做三分鐘 完成之後立即量度心跳指數 再代入一條特別的計算公式 就可以得出你的心肺功能指數了 如果數值在水平之下 早死風險就有可能增加了 這次為我們全程監察和分析的專家 是中國香港體適能總會主席 許世傳教授 我們現在已經是… 我們兩個嘉賓 心裡已經有個心條大 稍後就量度他們 一停止之後, 心條有多少 不知不知身體好, Let's go 達仔和韋雨森起初的動作 就做得很正確了 不過要連續提腿三分鐘 也別說不累 不知他們倆又能撐不撐得住呢 一節奏 聽著節奏 他要做多久 保持 7、6、5、4、3、2、1 恭喜… 好, 我們先看看他們的成績 好, 看看他們的心跳 惟雨森就是144 滴耳達就是132 滴耳達的心跳有132下 達到運動時最大心跳率的67% 而惟雨森就有144下 達到運動時最大心跳率的73% 這代表什麼呢 我們現在有一條公式 我告訴你, 公式如何 就可以檢查到心肺功能的指數了 好嗎?我們先看看公式 完成測試之後 即時量度心跳次數 再代入這條公式 如果是男性 先用220減去你的年齡 再減去男性數據61 然後再乘以22 再隨以剛才得出的心跳次數 減去男性數據61 至於女性 也是用220減去你的年齡 再減去女性數據73 再乘以22 再隨以剛才得出的心跳次數 減去女性數據73 這樣就會得出 成年人心肺功能指數 好, 經過這條公式 這樣加加減減成成除除之後 請你們公布一下 他們兩位的成績 是, 維宇心是39 對, 第二答是41 是 這個心肺功能評級 我們檢查一下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到了 在這個表面很清楚 20到29歲的女性 即是維宇心的年齡層 然後第二答都是20至29歲 他剛才就是41歲 所以都是平均的 對 這個要求很嚴格 對 兩位這麼高級的都是平均的 對 而且跳舞 我們又要問一下許教授 其實這個心肺功能指數 顯示了它們一些什麼 平均的 這個心肺功能指數 只要是顯示它平日做運動的時候 是實際人的身體 幾有效的用氧氣 那用氧氣用得好 就是主要靠心臟和肺 供應氧氣 給全身人使用 所以這個指數越高 表示心肺功能越好 指數越低 表示心肺功能就越差 對 有研究顯示 如果男士的心肺功能指數 低於35 女士低於32.5 你的健康風險就會上升 就是說患患心病 心臟病 甚至早死率 都會上升 有一個問題 那什麼才是早死的風險 早死的意思 就是說你不應該那個歲數死 你就死了 那死的原因就是 但我怎麼知道 我應該是那個歲數死 原因有很多種 可能有很多種病而死 但因為你的心肺功能 很多研究發現 與其他所有疾病 特別是慢性病 是有些關係 如果心肺功能越好 患患性病的機會就會偏低 例如心臟病、糖尿病 股血壓也會偏低 因為這些疾病 而死亡的機會 也會偏低 但是許教授 他們經常一個是跳舞 一個是跑步 也是平均的 其實他們是真正運動員 平時的真正運動員 很多時候好像對照表 超過五十多 如果有些研究做過 因為比較頂級的運動員 每個人是七十多 我經常聽別人說 帶氧運動可以增強心肺功能 究竟是甚麼才是帶氧運動呢 其實帶氧運動的意思是 你做運動時是用氧氣的身體 要用氧氣有兩個要求 第一,活動本身要持續 至少要三分鐘以上 持續,不要停 是有節奏這樣做 第二,運動的強度不會太高 即是中等 因為如果太高的強度 變成你不是用氧氣 會變成一個無氧 因為氧氣供應不及 如果用無氧,你很快就會累 又很快就會停 大氧運動,例如有急步行 游泳,踏單車,跑步,健康舞等等 許教授今晚還會即場教大家 再跳一套強心肺健康舞 好,先試試踏步 跟著非常好 踏步,手可以加一點合作 怎樣?這裡做了 要做的話,手試試踏上來 對,低上來 對,這是收入 好 再做四下 阿Sir,很有感染力 對,踏點,踏點 踏得很好,踏得好 做得快一點 手可以踏踏踏高 對,這是我們平時去到街上 多少錢… 今天再介紹一個動作 就是左右踏點,左右踏點 左右踏點 大家踏得非常好 好,謝謝各位 他們真的很健康 對,他們很健康 你們看得到嗎 想不想健康一點? 你多做大洋運動 我想,除了要多做運動外 當然要吃得健康一點 對嗎?大哥 對 吃得潮一點 其實現在這個叫ABC果汁 是時尚飲品 A為Apple, B為Bed Root 即是紅菜頭 C為Carrot,即是紅蘿蔔 對,其實這些東西 它有什麼好呢 它會幫助我們增強免疫力 在這個流感季節 是 亦是非常好 幫助我們增強抵抗力 紅菜頭 有些人會覺得怪味 但你加上其他果汁 它會比較好喝 你加什麼都可以 但原則是 你不能把食物中間有雙刻 互相撞的東西是不對的 如果你不肯定 最好去找一些書 別說了,怎麼做呢 很容易 是 一個中型的紅菜頭 是 一條紅蘿蔔 是 兩個蘋果 是 切開 然後塞進去榨汁 好,我現在起動了 我先榨蘋果 好 其實平日紅菜頭 通常是煮熟來吃的 其實生吃的紅菜頭 更加有營養 研究指出 原來專業的運動員 如果連續六天喝的紅菜頭汁 他們的體力、持久力 會更加提升 另外,紅菜頭汁裡面 含一種叫燒酸鹽的物質 而燒酸鹽能夠促進血液循環 幫助降低血壓 對,每一集的指定動作 完成後也是一樣 就是試喝了 那我們就試試這個紅菜頭 這個喝紅菜頭之前 其實最好再加薑汁在裡面 第一,比較香,辟了草腥味 最重要的是我們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燈子沒那麼寒 下一節回來 繼續有各種體適能測試 看看你有多能力,不要走開 是 走開,為什麼這麼生氣 算了,芝麻落酒會小事 別提了 芝麻這麼大事 就是很大事 何解 嚴Sir,芝麻這麼小粒 芝麻這麼大粒 是嗎 你知道嗎? 芝麻是要吃的芝麻 怎麼吃的芝麻 你們知道 你以前的芝麻 怎麼吃的芝麻 怎麼吃的芝麻 芝麻久精久熟 久攝之後 只能搓成 真的像綠豆這麼大 真的這麼小粒嗎 綠豆或黃豆這麼大的 一塊小丸,一千,只可以吃兩粒 很珍貴的 很麻煩,一點都不適合潮食的方法 現代人心急,沒法子 用另一個方法是用芝麻乾扁 不要放油,把平底鍋乾扁 乾扁之後,放進攪拌機,砍爛 它會變成粉,就可以吃了 打破的時候,因為油很重 會黏在攪拌機上 不用擔心,把它刮開,再弄一弄 不然變成粉,對著這個物體 已經很粉,就可以了 因為芝麻,如果這樣盛入吃 其實沒有那麼多消化,沒有那麼好 不要看一顆小小的芝麻 其實真是耐有乾坤 芝麻是種多的種子之中含抗氧化物 是最高的 黑芝麻比起白芝麻 其實所有的營養素 包括所有維他命和抗物質 都比白芝麻更加高 尤其是它的鈣質更加高 所以在很多素食的食物裡面 我們也看到黑芝麻 或者在很多黑豆漿裡面 也看到是加了黑芝麻 好處慢慢說,我們最重要先做飯 因為我很餓了 然後用糙米,用糙米做飯後 放一匙芝麻 吃芝麻很好,對我們的腎很好 保護我們的腎 對吧 對我們的血管也很健康 還有幫我們剝頭髮 是 這是好東西,再加一些橄欖油 橄欖油或者椰子油 怎樣 因為讓它香 一湯匙,或者用茶匙 是 大家用三茶匙,等於一湯匙 是 用蘋果醋,這些都是用來調味 對,又是時候試吃了 我最喜歡的一個環節 酸酸的味道,我一放進口水裡湧出來 謝謝 剛才兩位健康挑戰者 他們的體適能在心肺功能上平均 是 但這次我想測試他們的肌肉力量 我手上的這個叫壓力計 是 到底怎麼用呢?我們現在看看示範片段 你就知道了 日壓自力 參與測試者要站在這裡 先用一隻手拿著壓力計 垂下在大腿旁邊 用盡全力,緊握手柄兩秒 壓力計會顯示出壓力有多少公斤 接著換成另一隻手拿著壓力計 同樣用力握緊兩秒 將兩隻手得出的毒素相加 就是你前臂的手壓力 將這個數字按照你的性別 跟年齡層對照一下 就知道自己的手壓力屬於甚麼水平 不檢查不知身體好 Let's go 來看看迪爾達 首先測試一下迪爾達的前臂手壓力 然後就… 她左手和右手同樣測到38公斤 好 即是總共有76公斤 至於迪爾森 她左手測到29公斤 右手測到32公斤 總共有61公斤 換言之,搭仔的手壓力是一半 而Rinky反而是優異 其實這是檢查我們新手的甚麼部位 其實這個器材是檢查我們的前臂 前臂 在一次用力收縮是最大的力量 知道了有甚麼用 知道了就是平時身體肌肉的質素如何 即是說如果你是比較好力 整體肌肉的質素也是不錯 如果你是力量比較低 平時肌肉的質素比較差 要做多些鍛鍊 但原來大力不表示你的耐力 那怎樣檢查你的耐力 因為又有一個遊戲讓你玩 是甚麼呢?看看影片 肌肉耐力 是指肌肉重複收縮的持久能力 良好的肌肉力量和耐力 有助保持肌肉和骨骼質量 如果肌肉耐力欠佳 受傷風險隨時增加 這次測試的是腹肌耐力 節奏式捲腹測試 參與測試者要躺在地上 把小腿放在大約一尺高的椅上 讓小腿和大腿成直角 手臂就交叉放在胸前 接著按每分鐘五十下的拍子 做一上一落的養臥起座動作 測試不限時間 直至做不到下去為止 根據你做了多少次養臥起座 再對照你的性別和年齡層 就可以得出你的腹肌耐力 屬於甚麼水平 吾赤吾知身體好, Let's go 拍子機…來吧 好, 預備 拍子機, 預備 好 好, 接著他的鼓動作 一、二、三, 三 好, 錯 你看Rinky做了幾下 雙手的位置已經離開肩膀 行了 六、三、七、七… 還有一點出貓之言 再做了一會兒, 終於捱不住了 八, 加油 最後總共做了十三下 三, 雖然他還很努力 但之後的動作錯了 二、三、二、七、七… 你猜你可以做多少次? 我怕我也是十多次 好, 預備 好, 來吧 1 2 3 很標準 大仔有跳舞底子, 果然有點不同 後十多次都做得有板有硬 6 好, 要離開 二十多次之後, 開始體力下降 8 終於做到 對 26下 好 26下 好 其實這證明了什麼? 其實肌耐力的意思是 肌肉做一些肌肉活動 或者運動的時候 可以持久做多久 所以我們用這個節奏式的卷幅 這是測試你的耐力 好, 剛才衛醫生13下 26下一個雙倍 我們看看對照表 對, 我們看看對照表是怎樣的 好, 先看看對照表 好, 先看大仔 首先他20至29歲 26下就是… 一半… 這樣才有一半? 對 差四下就可以到良好 然後衛醫生… 很穩定, 全部都是一半 衛醫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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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醫生也是一半 對, 兩個都是一半 一半 教授, 我想問, 如果像我這種 一半, 我全身都是傷 腰有傷, 什麼都傷 那是否不適合做 對, 你說得對 其實做這個測試 有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你的腰背曾經受過傷 這個測試未必適合做 太好了, 哥哥 不能做這個 可能要做其他測試 好, 今天兩位的表現 雖然我們經常看到一半 但其實我們已經覺得 你們兩位已經很超快 很厲害 你們自己覺得如何 你們自己覺得如何 我覺得還可以 保持一般好的 都可以 一般好的 做人很平凡 對, 平均一點 其實我覺得除了做運動之外 自己生活的控制也很重要 飲食或者睡眠都有幫助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今天上來是學了很多 自己平時原來疏忽了很多 運動的資訊 其實我自己希望 快點練習多一點持久力 雖然我很喜歡做運動 但是持久力真的很差 希望自己多練習 還有什麼運動 可以帶動我們大家一起做 可以嗎 好, 剛才我們剛才做了腹肌的耐力 我們不如介紹一個動作 可以鍛鍊一下你的肌肉 好… 介紹一個動作叫深蹲 主要是訓練你的前大腿 就是大腿肌 舌頭肌這個地方 做的時候 我們先將雙腳分開 平肩膀 或者比肩膀一點 保持平衡 是 然後坐下的時候 雙手一起平舉 是 到肩膀的位量這麼高 記得坐下的時候 膝蓋不要太低 可以嗎 大概120度左右 膝蓋的關節 如果低於90度 就會傷膝蓋的 我們不要太低 我們試一試 我們做八到十二下 為之叫一組 每次做兩次三組 一個星期做兩次至三次就好了 做這個動作 也要注意身體要挺直 眼睛要望前方 是 很厲害,教授一直說話 一邊做 謝謝… 謝謝… 在這裡也要提醒各位觀眾 其實每個人的體質 因人而異 像我一樣特別差 他就特別好 所以你們有什麼疑問 最好還是問你們的醫生 我不行 你是極好 優異 他是一般 好,下集見 再見 再見 我們一起再做,好嗎 我們一起… 我們一起再做 心、心、針、止、開 心、針、止、開 心、針、止、開 然後上 心、針、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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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 拿著兩個水瓶 上 下 上 下 上 上 碰 好 吃壺 完成 好